不改自信的笑容 前進黨黨魁皮塔 走進了泰國國會 要二度挑戰總理大位 皮塔一次持有電視台股份參選 被泰國憲法法庭判定 暫停議員資格 不過以前進黨為首的八黨聯盟 依舊推舉他參選 皮塔接受路透專訪 也批評 泰國軍方想快調的唱片 一直跳針 杯葛他當總理 儘管如此 第二輪投票 皮塔恐怕還是無法獲得足夠的票數 他也說這次挑戰失敗 就會拱手讓嫌 魏泰黨的賽塔 可能是下一個熱門人選 今年六十歲的賽塔 是泰國前總理塔克辛的好麻吉 為了選總理 他還在四月辭去泰國最大房產公司的總裁 形象清明的他也被魏泰黨領袖被東單看好 能解決泰國的經濟問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